高雄的這一戰 因為現在看起來 這個柯智恩是Shortense 剛宣布的人選 想不到相關的側翼跟網軍 當然也沒放過 我剛看到一個最新的 就是翁達瑞還持續的在踢爆說 所謂的柯智恩的胡言亂語 他說柯智恩犯了兩項的學術不倫 所謂叫做自我抄襲跟一搞兩頭 還是不斷的用一個新版綠營的論文門 來打這柯智恩 金明哥你怎麼看 綠營持續的這個抹黑柯智恩 用這個側翼來造謠 馬上就被這個打臉 柯智恩自己也有在澄清這個部分 那當然啊 這個所謂的這個翁達瑞 我們都知道 去網路上找他 沒有人知道 他到底是哪一個知名的這個教授 但是他刻意去抹黑這個 柯智恩要去選高雄市長的 國民黨提名的這個高雄市長參選人 說網路上找不到柯智恩的博士論文 以著作啊 柯智恩的博士論文全文如何如何 其實我跟你講啊 他的全文論文118頁 都可以輕易的在USC的這個相關的資料 和檔案當中公開的查詢到 然後呢 翁達瑞他所提到的這個兩篇文章 也可以在相關的這個電子網站上的資料 跟蔡英文的那個論文門 那個論文跟那個故宮博物院的這個珍寶一樣 只能藏在地窖裡面 那個完全截然不同耶 你去問那個彭P 那個論文門事件到現在 還要導致彭P被這個通緝耶 真正揭露真相的這個教授 還在國外 然後呢 沒有人去 這個 這個探討 蔡英文的那個論文門 他的這個學歷 他的這個1.5個博士學歷 他的論文門的這個真相 現在反而想要把焦點轉移到說 柯智恩的論文的狀況 可是偏偏我剛剛講的 不只是在USC 或者是在其他的這個檔案裡面 都可以查閱得到電子檔案的全文 我真的覺得這個信翁的 不是笨 就是蠢 還有呆 然後再來是壞 這個滿肚子壞水啊 南加大的論文要通過啊 不是你這些綠營側翼啊 隨隨便便就可以蒙混過去的 然後講這些好像柯智恩的這個論文事件 想要複製 想要跟當時 當初這個李梅貞在參加補選 跟這個陳其邁一樣 複製這個李梅貞的這個事件 然後想要把柯智恩打成那種 好像論文是有抄襲還是怎麼樣 但是啦 當年柯智恩深等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 他深等政教授是採專書 然後呢 兩篇的論文呢 他只是一個參考的著作 他是專書 不是跟這個不一樣喔 然後而且他都有附在專書 附於這個專書之上 他自己的這個專書之上 所以呢 學校 當初這個聘他的這個學校 依照教育部的規範 來進行三級三審 然後深等的這個著作呢 也送到了這個外審 經過嚴格審查的這個機制 現在綠營呢 因為有側翼開始打 然後他就開始 他們見列欣喜 那人家有三級三審的 嚴格審查機制 也都沒有什麼疑慮啊 那你要把那個學校 和當初這個審理的 這些委員會和這些教授 都找出來嗎 所以我認為啊 柯智恩他歷年的這個研究 他還獲得什麼 國科會13次的研究獎勵 還有他們學校裡面 無數次的肯定啊 這些教授都呆子嗎 這些國科會審查的 也是眼睛瞎了嗎 然後呢 學術專業 你現在講他說是 可能涉及怎麼樣 抄襲還是論文 涉及論文什麼論文門 然後想要踢爆他有疑慮 然後現在又在網路上抹黑 今天柯智恩也準備也一定要提告了啦 說要求償這個一千萬 我支持柯智恩這麼做啦 因為至少人家柯智恩的這個著作 都經過公開的發表 而且呢 早年數位化他不是一個很成熟的東西 早期柯智恩他發表的這些學術著作 也好是專書或是期刊論文也罷 那後續是不是要上傳網路 就如同蔡英文你的論文門 你叫你的發言人張敦涵 拿了一個好像白寶箱 從寶盒裡面翻出來 說什麼 這個就是蔡英文的論文 我怎麼知道真的假的 然後現在呢 本來你現在打柯智恩 柯智恩的論文 你好像把他說 沒有數位檔 沒有電子檔查詢不到 我剛剛講 第一個查詢得到 第二個 本來就是尊重刊登的 期刊的學術單位 你在台灣找你有很多的 這個論文跟著作 其實絕大多數都沒有論文數位化 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你去看央圖 去看那個國家圖書館 你沒辦法把所有人 阿媽阿果 所有一大票的人 你去把他的所有的文章 所有的專論 所有的學術著作 去這個數位化 你必須到圖書館 一篇一篇去查閱 然後查閱之後呢 去影印 我跟你講 從這個國家圖書館 各縣市都一樣 你就看那種公私立的 這個圖書館 私人單位 都沒有辦法做到全部的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早年的作品 因為沒辦法數位化 所以你現在跟學術倫理 混為一談 混淆在一起 說柯智恩的學術倫理 有問題啊 我覺得這個叫張官李戴 是一種二職的劣形 是故意要塑造柯智恩說 你看論文查不到 還要去影印 這是廢話嗎 信翁的 這個在網路上 筆名 還是真實的姓名 不知道 這種綠營的二職 側翼 用這種方式 想要故意把選舉 又把這個柯智恩 他想要打成李梅貞2.0 我知道了 他想要故意用這種方式 但是作為綠營 這個側翼的 這個打手 翁達瑞先生 如果要用相同的標準 檢視一下 我剛剛一直強調 蔡英文 你怎麼不看看 蔡英文 那個看不到的論文呢 你怎麼不講 蔡英文的 看不到的1.5個博士學位 是真博士 還假博士 我不知道 彭P說是假博士 很多的真的教授 講他是假博士的教授 幾乎都被告了 都跑到 要不然就是在國外 一大堆教授在舉證 翁達瑞花了那麼久的時間 就是寫這樣 然後今天又繼續在網路上 我跟你講 典型的綠營側印 你去看翁達瑞之前 攻擊多少這個藍營的人 然後呢 現在是頻頻自取其辱 我是支持柯智恩 真的 用這種方式 心送 既然他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通擊這個彭文正教授 通擊彭P 然後不讓彭P回國 然後用這種方式 二職的手段 去逼迫那些 揭發論文門事件 蔡英文論文門事件 的這些學者教授 那同樣 國民黨為什麼 柯智恩要捍衛自己的清白 那當然他也要跟蔡英文 跟你那些蔡英文旁邊的 這些綠營的高官一樣 那當然要用司法 訴訟捍衛自己 當然要告這個翁達瑞 把翁達瑞這個人逼出來 你在網路上匿名 你在網路上還是你的筆名 還是真實的姓名 但不知道 我對你這個人也沒興趣 但你百分之百 就是專門 趁綠營抹黑人家 然後用這種方式 當人家打手的一種 這種側翼方式 然後去抹黑柯智恩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 用這種方式打選戰 你們不是 瞧不起柯智恩嗎 不是覺得柯智恩很弱嗎 我聽綠營的名嘴 整天講說 柯智恩去選高雄市長 高雄市國民黨市議員 一定崩盤 已經掉七八席以上 因為現在高雄市議會 國民黨議員有三十一席 一定到七八席 掉到二十三四席 甚至連二十席都不到 我聽綠營的名嘴 整天這樣唱出來柯智恩 那你在怕什麼 你打柯智恩打到那麼用力 用側翼 用國家機器 不斷的去打他 然後一方面 把陳其邁塑造成 那個卵男的樣子 然後哪個卵我不知道 然後就在那邊塑造 陳其邁OK 結果你旁邊的人 不斷的去打 那你又害怕柯智恩 所以我搞不懂 你們會讓人家精神分裂 而且你們自己在雙標 所以你為什麼不去追一下 蔡英文呢 你眼睛看的這個柯智恩 都沒看到你背後的蔡英文 缺點和問題更一大堆 所以我覺得你要用這種方式去質疑柯智恩的學術倫理 要質疑柯智恩說那個沒有辦法去做個這個電子檔案查 請你先做做功課好不好 告訴這個叫翁達瑞的我覺得非常的贊成 而且把這個人逼出來 看看剛剛除了楊明兄所說的 綠營除了網軍之外 還有這些一大堆非常二職 劣刑劣跡敗劣的這些綠營測意在 我們先感謝我們的網友 這蔡雅芳的斗內 他說民進黨趕快拿出蔡英文全部的論文 把柯智恩老師的論文在網路上面就查得到 我要先問一下采薇 因為在前天的時候 我們在節目上也遇到 當時還停留在這陽光女孩被打 然後呢 在接下來就是美國治產 這議題也被打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論文門是最新的嘛 不過呢 你要去講這個事情 其實在這個 翁達瑞他貼出來之後 16分鐘就有人找出 柯智恩的博士論文的連結了 另外這前國民黨的青年部的主任 陳冠安他不也說嗎 你隨便在Google去用一下啦 你光找其實就有92筆 拿來的只有兩篇柯智恩的論文 而且你知道這92筆是多 多快的速度可以找到嗎 你只要上網搜尋0.02秒 我實際去查過 只要0.02秒 你就可以馬上找出這92筆 你還不用去什麼樣 協助專業的網站 我真的很好奇 翁達瑞這個人他到底是誰 他要不要先講一下他到底是誰 否則他現在質疑這些 完全都沒有可信度啊 翁達瑞之前還罵過誰 高鴻安還有劉士捷 結果是不是也都被打臉 所以翁達瑞這個人他首先就是一個問號啊 他是不是像彭P講的 他可能就是陳時分 那他是不是要先告訴大家是誰 好再來的話 他根本連Google都 完全Google都沒有Google 就去質疑柯智恩 大家都知道其實學術論文他的審查其實是相當嚴格的 如果他有一搞二用或是一搞二頭的狀況之下 他怎麼可能今天柯智恩還會是正教授呢 那再回來講到這個翁達瑞 他在每一篇他的發文底下大家有注意到嗎 他都會署名呂美教授 他都會署名一個呂美教授 那你一個呂美教授 好好的教授不當你跑去當綠營測意幹嘛 現在顯然為什麼要當綠營測意呢 因為他連最基本最基本的Google都不會嘛 所以顯然他現在可能 因為學術的專業知識不夠 所以他也只能去當一個綠營測意 所以整件事情就是他們綠營測意 現在已經開始要去抹黑柯智恩 那為什麼要抹黑呢 也代表因為柯智恩他非常的強啊 所以現在大家有沒有發現 WeCare在之前罷函結束之後 銷聲匿跡一陣子 現在又開始慢慢活躍起來了 現在包含他們很多激進黨的 又開始攻擊柯智恩了 因為他們就是覺得柯智恩 他對於陳其邁是有威脅性的 所以我在這邊也建議啊 這個WeCare的網站呢 要不要乾脆改名成WeCare其邁動算 要不然直接乾脆改名 更直接一點點啦 WeCare我們就是要黑柯智恩 大家今天就到報告啊 現在要來開Turbo拼進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沖一波 從一起開啟小鈴鐺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